最大的特色就是維持AutoBuds一樣 三年保固 有做到三層保護 它不只有仿真條 然後還有中殼還有外殼 它把三個東西包在你的手機外面 所以幾乎是不用擔心你的手機會被摔壞 那聽說現在我們的S23已經準備要發布 那聽說它的相機真的是 發布了 發布了 對 你說我們現在剪出來已經發布了 已經發布了 然後已經預購了 已經有人訂了 我們現在忙成這樣就對了 對我們到現在來開箱 好那直接賣就好了 拜拜 好拜拜 不是啦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要介紹我們的主力品牌 也就是我們的AutoBuds 那很多人其實還不知道 我們AutoBuds到底是什麼品牌 那它主要是美國的品牌 那為什麼會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它 它在做品牌殼的時候 它要測試非常久的時間 來 多久時間 23小時 23小時 你會太小看我們 238個小時 董事長 23個小時 我們真的很 測試 測試 這是一個 很久沒有拍的 這是一個手機口 23個小時 你拿出來買 我突然忘記 你再講什麼 238個小時 好不好 平均一個手機殼 都測試238個小時 而且每個手機殼 都是有經歷過防摔認證的 很認真很認真 OK 那因為每個人 對於手機殼的要求都不一樣 有些人會想要非常厚 手機殼它覺得要很薄的 對不對 或者是 我想要非常防摔的 或者是防水的 所以有分很多係數 OK 那剛好 AutoBuds 它自己也有分4個係數 這次S23有分4個係數 對不對 對 OK 那如果我想要最輕的 你會推薦大家S23用哪一個品 哪一個品項呢 如果你要用最新的手機殼 然後手感也很好的 一定是要用選擇 Re-Add Re-Add 因為它是輕薄型的 沒錯 反正就是很輕薄 然後這邊的質感是有點霧面的感覺 霧面磨砂 然後邊邊就是 這邊中間就是透明的 它這次是做透明跟那個黑邊的 Re-Add就是有這兩款 全透跟這個黑邊的 對 如果個人是比較喜歡輕的話 我也是覺得蠻推薦Re-Add 因為上次iPhone也是有Re-Add的 對 iPhone也是有Re-Add的 然後也是賣蠻好的 對 但如果我個人 我個人還是會喜歡想要輕薄 然後防摔係數高的 那我們賣最好的是哪一個 輕薄防摔係數高的 在 如果以三星來說 Commuter系列 Commuter 對 但它就是實色 沒有像Symetry有這個透明色 那它今年有出這個藍色 這個藍蠻好看的 然後 它跟去年蠻不一樣的 對有點 等一下 Commuter是兩層的那個嗎 對 這是兩層 兩層保護的 對 所以它這一款呢 我記得它 從21之後 如果你有貼那種滿板玻璃貼 曲面的玻璃貼 其實基本上它都不會咬玻璃貼 它都可以使用 然後 它的手感握起來就是真的很反滑 蠻好的質感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AutoBus 大家比較不用擔心的是 很多人會擔心說 它買手機殼 都會有指紋的問題 可是AutoBus最厲害的是 它其實每個手機殼 都是有做到抗指紋的程度 所以都不會有指紋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是手機放在上面 那指紋在上面都非常醜 對 Commuter系列後面它的質感就是這樣 它質感是非常好的 不太會有指紋 透明系列當然用久 可能多少會有 多少啦 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對 不可能永久不放黃 Commuter最特別就是 它下面有這個防塵 防塵 要把它推出來 所以它同時間保護你的充電孔 然後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 筆 因為AutoBus一樣是有筆 所以它這個地方一樣幫我們都有做到 所以讓我們可以抽換筆 如果你要抽寫筆 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對 那所以這個也是蠻推的 因為它很容易賣到就缺貨 我會想要講 Symmetry原因是因為它 是真的是做得非常輕薄 而且我覺得它 失色 因為我覺得 Re8對我來說它真的偏薄 太薄了 有點太薄了 對有點太薄了 可是 我還是想要有點防摔係數 在我的手機殼上面 所以我會選擇Symmetry 而且Symmetry它的質感真的做得蠻好的 因為其實iPhone 我們iPhone AutoBus賣最好的就是Symmetry 然後我本身就是用Symmetry 對 對 我本身就用Symmetry 你看它的手感就是 它邊邊的那個保護 保護的地方會稍微有點圓潤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其實手感蠻好的 對 然後也不會到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有點厚 但其實它都有做到輕量化 其實它這次開口也是做得蠻細緻的 所以其實手感握起來是蠻好的 嗯 我個人喜歡Symmetry 然後這次是做透色跟黑色 對 兩色 然後我真的非常喜歡 AutoBus他們家的這個黑色 他們的黑色 它不是做那種死黑 對 它是做那種很像 怎麼講 顆粒顆粒的那種感覺 對 有點那種 有點反光的感覺 對而且它是會有反光的 然後又是抗指紋的 對我真的非常喜歡AutoBus它的黑色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本身喜歡登山 或者是喜歡往外跑 或者是很擔心 如果你的手機是想要一次買就想用10年 然後摔不壞的話 那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買Defender OK 就是接下來小鍋要拿出來的這個Defender 它非常的厲害 非常厲害的原因是因為它 有做到三層保護 它不只有防針條 然後還有中殼還有外殼 它把三個東西包在你的手機外面 所以幾乎是不用擔心你的手機會被摔壞 而且裡面都是有緩衝材質的 這裡面 對這裡面它都有緩衝氣墊 旁邊都可以做緩衝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你手機摔爆摔爛的話 Defender是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而且你現在拿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它的腰夾 就是如果你有登山或是有做什麼的 其實它這個夾式是你可以扣在包包 對然後你就可以拍照 或是你移動 而且現在很多人喜歡錄那種第一人稱 對對對 它就可以直接夾在上面 然後它今年它一樣就是做卡夾 也可以 你就如果手機放在後面 你可以當作立架 就可以立在桌上 其實蠻方便的 那它 當然這個手感來說 它一定會比 computer 重一點點 可是它其實已經是 還是有做到輕量化了 它是真的非常輕 還是蠻輕的 然後它這個是 通常拆裝就是要先從它這邊 有點像剝橘子 我們每次都有這樣講 先從它的外層把它撥開 然後內層再把它打開來 然後手機放進去 對 所以它其實防摔等級已經是蠻高的 我個人 最高的就是 Defender 對我們個人 有小孩的 通常都是使用 Defender 系列 像我們這一款是 Defender XT 對那它這一款是有做透色 那 A123就是沒有 三星的它就沒有做透色 因為透色是讓有Maysay可以用 對 對 那質感很好 然後裡面有一層方塵膠 所以你不太會擔心說 你手機放上去會刮傷啊 摸傷什麼 基本上不太會 對 所以接下來就是 我們剛才整理了嘛 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不缺手機的 然後你很有錢 你就只想要手機有個衣服的 那你就買 Riott 它是最輕薄的 然後也是最透色的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這種上班族 買手機其實還是會有點心痛 還是想跑好保護手機 但又不想要失去它的輕薄 你可以選擇這兩款 你可以選擇 Symmetry 或者是 Commuter 對 然後 Commuter 它更保護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兩層保護 然後 Symmetry 它本身就是一個手機客 然後 Commuter 它就是有做兩層保護 OK 那如果你再很擔心 你可能就覺得說 我這次買手機就要用十年 二十年 那你就可以買 Defender 好 我們快速開箱 這是今年的 新款的72瓦的氮化夾充電器 那這一款它的單PD最高到60瓦 然後反正它單PD就是最高輸出60瓦 所以你要充筆電充平板 然後充三斤手機充iPhone都可以 然後這一顆厲害的是它這麼小顆 然後一樣三孔 嗯 有 USB 然後兩個PD 然後兩個PD 所以其實便利性很高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最特別的是 它的插座的插角 對 是做折疊的 它做折疊沒關係 它是做側邊 為什麼要做側邊的啊 所以側邊的時候 你注意看喔 一般我們的插座 如果傳統的是這樣 對 你插上去的時候其實會往下 對 會不太穩 跟它做這種 所以你插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會 上下會比較穩 咬合會比較穩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 多孔了嘛 你很多時候出去很常會插滿 所以你就需要一個更穩固 對 所以其實這一顆 蠻推薦給大家 然後它插角其實感覺也蠻OK的 然後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維持AutoBuds一樣 三年保固 讓你用到S26 是不是 現在S23滿 多用三年 三年 好不好 真的假的 對 這讓三年保固 所以有問題趕快換 找小麥 小麥換給你 不要介紹問題 好啦 有問題請 其實主要介紹這個是因為 很多人他在換新手機的時候 都還沒有那種PD頭 或者是 他想要做快充 因為其實很多網友問我們說 要如何快充 要如何快充 結果問他是用什麼頭 他們又用豆腐頭 對 用普通的充電器 因為現在的頭已經慢慢 已經變成這種PD PD快充的技術了 那如果你還沒換的話 非常推薦你可以買AutoBuds的充電器 然後這個是高達72瓦 一個是60瓦 單孔輸出是電視 單孔丟60瓦 其實就是主要是介紹說 你們想要快充 然後還沒有PD頭的 非常可以買AutoBuds他們家 因為如果你隨便去買的話 你可能去夜市買 沒有保固 不然就是三星最多 就是去買他原廠 可以啊你可以買原廠 可是他那一顆就超貴 對非常貴 而且保固可能沒有到三年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我們家 買AutoBuds的充電器 充電器 充電頭 然後他是做72瓦的 然後也有三年保固 然後目前預購就是到蝦皮AutoBuds品牌館 然後這要先預購是不是 欸對不起都有現貨 然後現在就是在2月底之前 這上面全系列直接購買 然後下單優惠再折100元 好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回家了嗎 掰掰 可以嗎 就這樣 就這樣了 阿你沒有訂閱什麼分享 請訂閱 我們StanFone身為嚴選 最近太忙都沒時間拍片了 對 那 下次見 掰掰